当时您是怎么有这个想法 要自己坐一个自行车 三轮车 然后骑着环游世界呢 正好是那个什么 北京在俄罗斯 申报什么 咱们这个08年 举办这个奥运会 完了刚好申办成功以后 哎呦我感觉 就是说特别的 哎呀兴奋 特别的自豪感觉 所以呢当时呢 我觉得说 奥运会举办成功了 谁办成功 我能为奥运会做些什么 我能为这个什么 整个的这个社会 能做些什么 但是咱也没有钱 捐献给奥运会 也没有什么什么 什么特殊的一个 工艺品 说捐献给奥运会 都没有 咱是个农村种田的嘛 完了以后 当时我就想 哎呀用三轮车 为奥运会做宣传 就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 简单的准备一点 这个什么 这个行李啊 还有什么 你这个车上的 那个标语啊 然后就骑车子就出来了 就宣传好用 你好 这个就是您的那个自行车 是不是啊 对对对 我的三轮车 这个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这个主件呢 是当时是这个 虚州淮海车辆厂 他们有这种这个设备 然后弄的材料给我加工的 很牢固 这上面这棚子嘛 是我自己设计 自己装的 这些条幅呢 也是我自己想的 那您当时就是坐这 建这个车 花了多少钱啊 我当时 买的这个车 完了以后 给我加工好 是760块钱 760块人民币 对 760块钱人民币 在国内跑的时候 也没有说这个 路有多么坏 完了以后的路都挺好的 完了以后就是说 有些坑坑洼洼 也从今摔到三崖几次 完了棚子也摔坏了好几个 然后又重新坐着 这个坐是花了700多块钱 您说您整个人连车 摔到山崖下面去了 对对对 原本那是在2003年 2003年是刚好在 那个宣传北京 然后又是时候 然后在这个湖北的 三峡那个地方 然后就是说连车 带人一下就跑到三崖去 那么你刹车不起作用 失灵了 完了以后 一直从那个大高山 几十米这个大山坡上 一翻车 突然就滚下到三崖去了 那您当时人没事吗 我人嘛 当时完了以后 连车带人嘛 已经从那个三崖一摔下去 接了滚滚 我人就掉到三崖的半岔 然后那个树岔 然后把我刮着了 但是没有掉底下去 算那个什么 他这个路边有住一家户 把我那个什么 从这个三崖里边救出来 那您车上 我看后面有好多的是 什么您的被子还是什么呀 我说车上呢 有那个刚刚一开始 离开家门口的话 有那个被子棉被 就是老家老母亲种的棉花 自己套的棉被 还有肉子 然后这呢 有一修车的工具 这里边是修车的工具 这里边是装的配件 因为以前在国内嘛 不需要配件 因为你到处都有修车的 完了到处都有卖 因为这一出国 出到国门了 到国外没有这种配件 所有的配件 你看那个中竹啊 这个拐啊 还有什么 你这个车条啊 所有的挡啊 是滚珠啊 什么都得有 修车的工具大大小小 说什么 你车子现在重量很重 我刚才有看到这个轮胎啊 我觉得这个轮胎其实很薄哎 那您骑这么多路 骑这么远 是不是要经常更换这个轮胎啊 我这个轮胎呢 完了以后一直从国内 就带了将近二十条轮胎 将近二条轮胎 我这现在已经 离开中国已经六年了 因为六年的时间呢 我到现在已经 呃 用掉了有 呃 二十多根 哇 那您这个车上装了很多东西 您有算过大概有多重吗 四百多斤 四百多斤 你天天骑这个四百多斤的车啊 啊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就是爬山坡很费劲啊 我刚才看到 您有这个拉的这个东西 那个是上坡用的吗 因为这个呢 一般就是上坡 你根本骑不动 然后这个人的车啊 完了以后就有那么多东西 完了以后 稍微一点上坡都会费劲 所以您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这个骑行是在国内是吗 哎对嗯 因为你在国内呢 已经呢 我也说不算了一下子 就是说从01年一直到08年 这七年多的时间 这七年多的时间完了以后 就要如果说 把整个的一个就是说九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中国要全部走完的话也很难 嗯 但是呢 你心里没有说 反正就是说 反正 怎么样走比较顺路 嗯 而且什么 你还得要选择就是说 你到哪个地区 哪个地区的这个气候是什么样的 嗯 而且什么 你到哪个地区 哪个地区是什么 你这个 会不会发生这个水灾啊 泥石流了 方方面面 你这都得要错步 嗯 调查一下 就是 嗯 了解一点 要有点好多的这个信息 嗯 也就是说您出发之前还是做一些充分的准备的 是吗 嗯 我很好奇啊 您就这样自己一个人骑 嗯 心里不害怕 没有恐惧吗 这个我从来没有什么感觉恐惧的这个感觉 因为呢 就是说 嗯 这个社会 都是一个稳定的 都是一个充满着 和谐 友谊的气氛 而且什么 你这个 我追随着奥运呢 也就是说 呃 奔向着和平 而让全社会 去参与和平 去维护和平 哎 来期盼和平 好 您刚才提到说 您做这个事情啊 是为了 嗯 庆祝北京 是要成功倡导和平 嗯 那您有没有听说 在这个北京 举办奥运会期间啊 好像 中国国内有 有打压一些呃 维权人士的这种 抗议的声音 嗯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对这方面 从来不关注 因为嘛 我这个人不喜欢参与政治 像很多人 他们一般要开始这样一个什么环游的活动 他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他们啊 嗯 嗯 您有很多资金来支持您完成这个事情吗 嗯 我的资金嘛 就是靠咱们这个 中国的这个传统嘛 一个就是说用自己的智慧 用你的智慧 用自己的勤劳的双手 嗯 去创造财富 这个怎么讲 而且呢就是我每到一处就是说 一开始嘛有一点急需不太多 嗯 而且几千块钱我就上路了 而且我就算了我走一路的我可以就是说 呃没有钱再往前行的情况下 嗯 我用我的双手去打工 用我的三轮车去拉客去赚钱 那您拉一次客要收多少钱啊 我拉一次客的话 我就是在云南我呃 呃那时候的一般的价格也是01年02年嘛 那时候本身价格就是拉一次两块钱 嗯 最低上车的两块钱 嗯 有时候呢 他知道我的 你挣钱的用意 做什么 有时候给十块钱也不叫我找他钱 嗯 有时候也给二十 哎呀全都支持你了 大家都很支持你 对对对 嗯 完了以后有时候一个月我就挣了好几千块钱 哦是啊 这个收入很可观啊 一个月好几千块钱 也是 他们就是全都支持我 那您平时那吃可以说您通过挣钱自己解决 那住您住哪儿啊 住我那一年四季 我到现在已经维持十五年了 我都是住在我的三轮车上 嗯 我的三轮车呢 就是说有老母亲在家种的棉花套的棉被 而且呢 也有就是说 简单的这个什么你这个 呃 这个什么就是说 用餐的餐具 嗯 有时候嘛就是说 睡在里边呢 就是说 呃 买一点这个 比较便宜 经济一点的东西吃 三轮车就是我的家 嗯 那您花了多长时间把中国游玩呢 呃 共计是花了七年多时间 而且从呃 01年的这个呃 11月份 然后就开始启程 然后呃 然后到2002年 刚好到这个什么 你到这个云南 嗯 到云南嘛 我就是带着那钱 就是路上就花完了 花完了 我又在云南 又在那个地方 又在云南的昆明 又用我的三轮车拉客 又拉了有 有两个多月三个月 嗯 又赚了好几千块钱 嗯 又开始继续 收入不错啊 继续走 嗯 嗯 一直 走完咱们的中国的这个 这个33个省 自治区和行政区 嗯 完了以后和直辖市 完了以后走了1760多个城市 嗯 到最后的08年奥运会 开幕前期 二 7月14号 2008年的7月14号 到达了北京 嗯 那您觉得您 周游完这个全国之后 中国国内啊 您有什么收获啊 嗯 我的收获特别大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嗯 享受到大自然的美丽 而且什么 你说我这种活动呢 是被 嗯 每一个见到我的人的认可 而且呢 本身就是说 一 但是弘扬的是奥林匹克的一种挑战自我的精神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利用这种这个 没有污染的这个交通工具 去宣传环保 去保护地球母亲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嗯 我奔向奥运 也就是说 奔向和平 虽然说 我的汗水 走一路 撒一路 我的汗水是 撒到和平路上 我盼着所有的人们心中莲花开 我盼着天地之间处处有爱 我盼着和平的鲜花在人间盛开 我盼着没有痛苦没有悲愿 我盼着 我盼着 那也没有 是 我盼着 出局 我盼着 感谢观看